为了让我们对富士康郑州园区的规模有个直观的感受 郭台铭邀请我们坐上了直升机 航空港园区是富士康在河南郑州面积最大 员工人数最多的一个园区 占地约5.6平方公里 目前约有11万5千员工 从直升机上望下去 园区还有很大扩建的空间 这些荒地以后还会开发吗 也会开发保银路 就做远景的规划 今天是郑州园区的iPhone4S核心生产线 首次向媒体公开 我们首先参观了手机模具的生产车间 这个就是iPhone4S周围的这一圈的基础化 胡锈钢 胡锈钢的 这个我们不敢讲说 怎么 多好 但是你全世界的机械加工厂 包括日本 我想请你去比较 美国 日本 德国 如果长跑 这个标准 我们不会输给他们 这里是苹果手机的主板生产车间 也是富士康工厂内技术含量最高的核心部门之一 一条这样的生产线长约148米 各类员工近80人 每日的产能约为1万台 在整个手机生产中是一个第几道工具 应该讲是这是最核心的部分 应该是核心的部分的第一道工具 就是说就是你整个电子控制部分 都在这边用自动机把它装备完成 比如说电子这个芯片啊 半导体啊 这个记忆体啊 甚至罗机啊 芯片啊都在这边啊 做组装 在整个一台手机的成本里面 这个部分占多少 要看你的记忆体有多少 大概一般来讲 占的成本是在应该在这个 超过将近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成本 所以它零件都非常的小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最精密的一个 它可以在一个板子上 打了上千个零件 这条180米长的主板的生产线的 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我旁边的外观的木简 那么经过这道工序之后 我们看到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可以用在 最终的智能手机里头的 主板的最终成品 这是一个什么车间啊 这是装摄像头的车间 这道工序呢 就是为摄像头最后装上去之前 做一个精准的定位 对 这种精准的定位 为什么重要呢 如果定位不准的话 那个摄像头最终装上去以后 也可能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对 那镜头就歪了 照出来东西是歪的 要非常的精准 我们已经来到了整个苹果手机的最终端的一个生产线的这个地方 我在旁边我们看到啊 这个 这个已经是经过各种的装配测试的一个iPhone手机的成品 这样的一个成品呢 贴上标签就可以直接交付给这个客户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